2023年两会通道活动 今天正式开启了 八位全国政协委员先后登场 信心是这场活动 透露出来的一个关键词 当疫情好转 我们的生活也恢复了常态 时隔三年 从隔屏对话 恢复到面对面提问 采访形势的改变 展现出中国 对于疫情有效防控的信心 百姓熟悉的张文宏说出 他亲历的通过远程会诊平台 就指新冠病患的故事 描绘的是中国基层社区 医疗体系构建的日真完善 百姓对未来生活充满期待 春暖花开 越来越多的人 有了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冲动 也将心动变为行动 正如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戴斌委员所说 旅游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 优化 必将开创旅游业振兴发展的新局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